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关注朋友好 李教授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近年来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来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因此中医药在一些常见病 多发病 甚至疑难杂症方面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李教授 我知道您是联合国中医药组织的领导人 您能不能先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联合国中医药组织呢 好的 联合国中医药组织是联合国框架内的一个传统医学学术平台 这个组织是在中国的中医药学的基础上 在美国注册 在联合国申请成立的一个平台组织 当初是为什么想到要发起这样一个组织呢 它的理念和宗旨是什么呢 讲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因为它承担着巨大的灾人和四方容易承担问题 因为联合国 因为这个成立联合国中医药组织 它的理念是健康幸福自然 它的种子是 总要走向全球 人类健康共享 基于这一个情况 我们才成立这个联合国中医药组织 那它的这个主要的职能又是什么呢 它的主要职能包括 寄生传统医学景化 创新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医学体系 提供健康养生 疾病预防 医疗 抗护油管的 中医药专业人才培训和特色技能培养 提供制定中医药技术国际化标准 标准化体系 李教授 那我知道这个联合国中医药 组织呢 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纲要 那在这份纲要中 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由着极前年历史的种医药科学和种医药文化 它通于整体观念和灵活的辩证论治 以及确切的临床疗效 已经被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民众所接受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 这个作为中国独特的卫生志愿 千里巨大的经济志愿 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志愿 优秀的文化志愿和重要的生态志愿 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教授 那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的话 联合国中医药组织它有什么发展目标吗 那是有的 所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这个科学的发展 所以人类老龄化竞争加快 健康护物也蓬勃发展 对中医药服务世界各国的需求是越来越往上 所以排泄要求寄生创新 发展利润好中医药 所以充分发挥中医药为人类健康护物的作用 照顾人类健康 李教授 我读了一下这份纲药 我看纲药中提到了几大重点任务 那么不妨每一项来具体的看一下 首先我看到是提高中医药医疗的服务能力 您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怎么去提高中医医疗的服务的能力呢 这个首先要了解一下目前中医药在国际的地位 和目前在中国的中医药发展的形势 因为在我们作为总化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个非常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 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推动中医药事业取得了先祝的成就 但中医药规模不断扩大 法展水平和互务能力也逐渐提高 初步形成了医疗 保健 可言教育 产业 文化整体法展的新格局 对国际社会发展贡献度明显提升 但是总要在猖献病 夺化病 慢性病以及因人重症 重大传染病防治种 这个作用逮到进一步涨嫌 逮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但是在根据目前中国的发展的情况来看 2017年中国中药厂省产企业已经达到了 是3813家 中药工业中餐支是8442亿元人民币 中医药已经川普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呢 中医药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所以另外一个方面也觉得中国中医药指缘 它的重量仍然不住 中医药互务的领域也出现一些微缩的现象 几层中医药服务力量比较薄弱 特别是一些人才缺化 几层补助 创信不够 特别中医药采业的基础度比较低 也省中医药 特别也省的地道药采 破坏的比较严重 所以影响了中医药科次序发展 所以适应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法律政策体系 还有点健全 所以总要要轴向世界面临着许多的壁垒和制约 所以国际竞争力有点进一步提高 所以总要这个科学智力体系和智力能力现代化随平 期待提高 排泄需要假枪 定层设计和通筹规划 您刚才提到这个面临几大挑战 我相信创新肯定也是其中之一 那联合国中医药组织怎么在中医的继承和创新方面 做到一个推助力的作用呢 对 所以现在呢 作为你想 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消耗社会 所以中国主席就说到没有健康就没有消耗 所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减变联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排泄需要继承法转中医药绿色健康理念 舔人合意的整体观念 辩证论治 总和实质的诊疗模式 运用自然的防止手段和全生命走起的健康服务 所以促进中医药可言专心省计 培养新的技术和产品省长动能 排泄需要加大对中医药的可言力度 进一步计划中医药冤创优势 促进中医药参业提高资料 这个事实走出去战略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事项 排泄需要推动中医药全球创建法转和互能力 李教授 我们知道中医药是我们的民族文化 是我们的国粹 那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大力地能够普及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中医药的文化呢 首先看他指导史乡 首先要捞股 树立健康幸福自然的理念 检视种习病重 从史乡认识法律地位 学习发展和时间运用上 螺丝种医药与习药平等地位 充分整形种医药自身法转的规律 这个以腿进计生创业为主题 以提高种医药发展水平为重心 以完善种医药特点和可要管理体制的规范极致为重点 以整腔和维护人类健康为目标 拓展种医药服务领域 促进种习结合 发挥种医药在促进外生 经济 科技 温化和神态文明发展中的多态作用 通促推进种医药视野的阵性和发展 李教授 那我们不妨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解读这份纲要 大家广告后见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凤凰卫视美洲台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我是小时 今天最后我们演播室的是中国的国医大师李希涛教授 李教授同时也是联合国中医药组织的领导人 李教授 在上一节的节目中通过您的介绍 我们对联合国中医药组织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想再继续了解一下 这个组织的几大重点任务 我看到这个纲要中他有提到说 其中一个重点任务是完善覆盖全球各成员国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 那在操作上怎么来构建这个网络呢 好 这个为了这个世界中医药 为了这个覆盖全球的中医药服务网络 收一下应该是在联合国中医药组织的指示下 应该建立建圈联合国中医药组织说书的中医院为主题 以中医官为不同 覆盖全球各国的中医医疗网络 这还要根据各国家的国庆经济文化的差异 原则上我们每一百万人建一个中医院 每四万人要建一个中医官 这样根据中医院和中医官给配置中医药的认材和设备 能够提高它的护物能力和治病能力 我看到另外一项说好像也是跟网络有关 它是叫推动互联网加的中医医疗 那具体来讲的话中医医疗怎么利用这个互联网来更好的服务于病患呢 这个主要是线上线下来结合起来 在进行了中医药的原生医疗 你像我们在中医院配备有智能机器人 这边专家做诊就形成网络的中医药医疗护物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使那些片原地区或者是那些岛屿 或者在渔民在村上逮不到及时医疗的情况下 用互联网来去进行专家对接 能够及时地逮到更好的种医药护物 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基本上属于一个远程医疗的概念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优势 就是比如说病人看病后的他的信息储存在一个地方 那只要是在这个网络内的医生 他都可以就是共享这个信息 那就免去了病人重复体检看诊的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是的这样也就是病人的大数据共享 充分利用现代的互联网医疗智能护物 能够使病人及时地带到更好的种医药的服务 能够让他更好地健康康复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概念 它是说叫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 那中医药怎么和养老相融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 对这个每一个养老中心每一个养老院都要有一个医疗中心 这个医疗中心我们配备的由中医师和中药和中药来护物 因为老年病特别是那些慢性病多发病 中医药治疗它的抗护作用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这些你像比如说糖尿病 冠心病 心血管病 脑血管病等等 像这些疾病多半都是时间比较长 走息比较长 这治疗方面以中医方面的治疗会发挥出它肚胎的作用 我看到下一个它叫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 那这个健康旅游它会涉及到一些跟中医文化相关的一些项目吗 不错 我们主要是考虑健康旅游呢 主要是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医疗服务 比方说中国的病人来到美国 在这地方它根据它的技术特点来进行服务 同时呢 要根据这个普通的地域 普通的环境 适应病人抗护的需要 来融入中医的疗养抗护阳神和文化传播 以及地道药材基地产馆领域的健康服务 是 那还有一个叫做发展中医药的文化产业 怎么去把中医药发展成一个文化产业呢 这个中医药奔神啊 有五千年的历史 它奔神就是波大精神 渊源流畅 这个中医药文化它也是总化民族 优秀文化的重要著称部分 所以发展中医药的文化产业 对中医方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李教授 我看到这个几大重点任务之一 还有一个叫做促进中西医结合 那我们知道西医它比较注重的是临床 那怎么把中医的文化和西医的临床相结合呢 这个中西医结合在中国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呢 中医它是以轰管的为主 西医是以围管为主 往往中医和西医是梁谷道上跑的车 以致认为它很难以结合 就是中国基于整个国家之地做中西医结合 几十年来看来也不是很成功 但是作为我本人既学过中医也学过西医 但是我过去是一个铁杆的反对中西医结合 但是现在呢 我否定了我自己 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是对的 因为过去没有遭到路径 我们现在遭到了中西医结合的路径了 中西医结合呢 首先把中医的整体管 和西医的这个微管医学来结合起来 这个呢 要结合现代的最高科技 基因医学 从基因医学结合中医学这个形成 把中医和西医和基因医学它的理论 它的临床试验和实验室试验三个层面 这个进行数据化 就很快就能够结合起来了 特别是现在呢 我们要求是中医和西医 应该是整合志愿 由是互补 协同创新 这个共同的把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研究平台建设 强化中西医临床协作 也凯然重大疑难病和中西医学结合拱管 这个提高重大疑难病危机重症的临床疗效 就要探索建立和完善重大疑难疾病 中西医结合协作拱作极致与模式 提高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护能力 在这方面呢 中医要求是法皇古义 是融会精致 形成你们逐渐地 被世界各个国家医学接受的新的医学学科 您刚才说到中西医结合 已有长达60多年的历史了 那如果就目前来讲的话 有没有哪一类疾病 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效果最显著呢 现在呢 主要是预防疾病 以中医为主体 这个治疗重大疾病 中医和西医互相卸作 在畸形涂化疾病方面 中医和西医卸作会有很好的疗效 特别是在中国出现的沙士 最后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 那就明显地提高了疗效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慢性病中间 那就很容易发挥中医要治疗的核心作用 李教授 那我们知道 继承和创新是中西医 现在结合起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那我们怎么再加强中药资源保护方面 做出一些相关的建树呢 这个中医他由他独特的理论 所以他必须是要做好他的继承 继承工作 所以这个思史中医要 这个继承统称 缺面系统 这个继承历代割甲 以及削甲的 这个学术理论 六派以及削术 全面继承当代 明老总医的 削术史乡 这个和他的诊断经验 终结总医的 游室病重和临床 诊疗规律 凯然总医要 估计温献的资料手机 强旧 宾利四川的 诊喜与诊贵的 估计温献 推动总医要估计数字化 甲枪 海外总医要 估计营业和整理工作 所以这样呢 在继承方面 才能够比较 这个全面的 达到很好的继承 李教授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我们知道 虽然现在中医要 在国际社会 慢慢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认可 但是呢 与此同时 我知道这个中医的 资源水平仍然不足 它的发展规模和服务能力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来提高这个 国际竞争力 但是我觉得 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中医药 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信心 那非常谢谢李教授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介绍了联合国 中医药组织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祝您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